有意見就說迪士尼樂園還小過維多利亞公園 只可以容納五千人 旅遊事務專員鄭宇華就說 迪士尼樂園和維園的性質不同 不可以直接比較大小 吳修華說說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第一期有126公頃面積 其中40公頃是酒店 主題公園只有70公頃 而且還包含礦經的部分 有學者就說迪士尼小過維園 只可以容納五千人 政府就回應 說摸不著頭腦 五千人我又去玩過 二萬多人我又玩過 如果二萬多人有一個好的管理 是有少許排隊 但其實都是可以好好玩的 不可能只載五千人 如果你用一個休憩公園的形式 放下去遊樂場 完全是兩件事 92年開幕的巴黎迪士尼樂園 第一期的面積有500公頃 比香港的大近三倍 但政府只是說 香港迪士尼相比50年前的加州迪士尼 還要大 而且樂園在開始的時候 規模較小 有助管理 星期日和星期一是中秋節假期 但政府估計 來香港的內地旅客人數 會跟上個月的週末差不多 大約每天四至五萬人來香港 相信十一黃金周 才會是內地旅客來港的高峰 但政府和迪士尼都不肯透露 迪士尼樂園賣了多少票 亞洲電視記者 吳修華報導